今天最大的新聞就是行政院長林全 已經正式辭職 而在這個禮拜的行政院會呢 就會提出內閣總辭 接任的人選 應該儘管還要到明天 蔡總統才會宣布新的隔魁 但是呢 應該就是臺南市長賴清德 這件事情呢 凸顯出來說 現在整個政治的氣氛以及危機 甚至未來的挑戰跟困境是什麼呢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的教授 施政鋒 施老師 你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新新聞的副社長 陳東豪 大家好 資深的媒體人 陳金蘭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林全正式辭職 因為時間到了 就要走 時間是不等人的 結束階段任務 新政院長林全正十三號 已在國安高層會議上 向總統蔡英文 請辭獲准 林全的辭職上寫道 一年三個月來 已經完成五加二產業創新方案 長照二點零 社會住宅計劃 電業法以及完成前瞻第一期 特別預算等等 現階段任務已建規模 為立於總統人力佈局之需要 辭聚院長一職 林全還強調信任之後 不會再接任何公職 我符合領老人卡的資格 所以應該是可以很自由自在了 不需要再做任何工作打轉 我離開之後 不會接受任何政府部門 再有的相關的一些全職工作 林全表示 接隔軌本來就不在 人生規劃裡 但為了政務移轉穩定 落實總統證件 為政務方向定錨才會接手 今年六月已經向蔡英文表達辭意 同時也徵詢過接任者的意願 總統已經要求 這個我的工作就是要無縫接軌 所以我已經把這工作告一段落 而且我相信找到死的人 我已經盡量創造一個環境 讓這個接軌能夠順利 這個政策就可以延續 不會有這個我們任期過短的問題 林全要下臺的消息 過去頻繁出現 也被外界解讀是遭放話逼宮 但林全澄清 主要是因為稅改和部分的政務未完 無法放手 如今稅改方案出爐 是時候交棒給新團隊 我沒有辦法等到立法院稅改通過 我再走 因為立法院什麼時候通過 不是我能控制 但是時間是不等人 我不能為了這個事情 讓後繼的人沒有辦法做其他事情 就是最後的定案 那是新的閣魁 和新的閣員要去處理 林全內閣將在週四行政院會總辭 總統府也發出新聞稿表示 蔡英文在肯談之後 免與同意林全的辭成 府房將在5號上午11點半召開記者會 由蔡英文親自對外說明 記者小張志成台北報導 不過詩老師 我們先來看看林全院長的辭成 這其實或許可以透露一些資訊 來看看說現在的整個政治氣氛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 行政院長呢 其實是昨天在國安會議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是這樣講 昨天在國安會議向蔡總統辭職 然後辭成是這樣寫的 職 自從去年520受命接掌行政院以來 薄化執行總統的政見 那已經一年三個月了 那他洋洋灑灑 等一下我們再談談 這一年三個月來林全做了什麼事情 林全在辭職裡面談到說呢 相關業務推動堪稱順利 不過我強調紅線是我畫的啦 或許我們可以來多談一點 相關的業務推動都很順利啦 所以沒犯什麼大錯了 再來呢 還有呢 前瞻的預算呢 上禮拜也完成三讀了 那謝謝總統賦予他奉獻 國家社會的機會 現階段的任務已見規模 那這可能就是重點了 未立總統人力布局之需要 所以你辭去行政院長一職 那僅請遵準 遵準 不好意思 什麼叫做總統人力布局之需要 那也就是說 他本來只是一個暫時的 過渡時期的人物啦 那總統可能很明顯的 就是明年要地方選舉 明年底嘛 真正需要就是衝刺的那些人啦 尤其是前瞻的錢已經下來了 你要去做人情等等 那我看林全民視派 比較難做這樣的事情 OK 那當然這裡又牽涉到 就是說林全跟黨內的 這些政治人物等等 其實或者是民進黨的 這個創黨精神 或者甚至總統的政見 不是那麼熟悉啦 那所以之間就是這樣子的 坦白講老男男 其實就衝著他而來嘛 所以如果能有新的人出來的時候 也就是說總統 他現在要拚完這個選舉以後 就要拚連任的 林全的他的階段性任務 也就是說暫時帶打的時間 已經到了 所以也不是林全做得不好 而是這兩年 其實他做的也就夠了 沒有 問題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也知道 林全是因為別人不來 所以他只好暫待嘛 你說他是財經 他也不是真正的財經 因為財跟經 你也知道財政是相當的保守 只是做一個財源而已嘛 但是事實上在背後做行政院長 應該也是總統啦 所以我們大家罵林全罵小英 所以他也覺得 所以我是說他們彼此之間的默契是夠了 不應該說他有犯什麼大錯 我請教你 說實在這兩星期 我如果是林全 我應該會蠻難受的 一下子自由時報呢 在自由電子報 有一個獨家說林全要辭職 然後那個下禮拜就要接了 然後賴清德要接 然後在網路上看出來之後 各家媒體抄 抄完之後呢 自由電子報就把那篇撤掉了 就沒那篇了 事情就結束了 昨天心頭殼又來一家獨家 說那個開議前林全要辭 然後賴清德要接 然後後來大家也不太敢跟 因為上次有一個經驗 今天自由時報的總編輯周景文 自己又寫一篇 就是馬上林全就下來 賴清德就上來 果不其然 今天在中午之後呢 林全證實 賴清德等一下會談 他沒有證實 但他也沒有否認 是 這新聞到底是在做什麼 怎麼操作 可以這麼講 其實從六月開始就一直有 六月開始一直有 包括我們自己新新聞也寫過 那最明顯是七八月 七八月的時候 府跟院同時都否認 九月會改組 那時候非常的堅定 林全大概上禮拜訪問的時候 有講過 另外還有一個更清楚的事件 是八月十五號 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也講到不會改組 是不改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變化 其實很簡單就是 蔡英文總統跟賴清德之間已經講好了 所以人事已經談好了 那當然這中間有變化 這邊我所知道的變化就是七八月那個時候 七八月賴清德的名單 就不斷地有人在告訴我們賴清德 賴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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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我最好奇 不斷地有人在告訴你們 就不斷有人在告訴媒體 可是我沒辦法講是誰 因為基本上不能講 哪一邊來的 這是江湖道義 但是那個消息是絕對可靠的 我相信每一個每一個人所獲得的管道都不一樣 但是平行而論 今天的自由時報最準 他準到就是林全前一天晚上才口頭請辭 今天早上 他就把他寫出來了 那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段時間賴清德這邊會以為也以為九月 阻隔這個事情往後延了 因為在在世大運之前 有一段時間賴清德 因為有一些消息出來 是來自於臺南 那有一段時間賴清德 這邊大概會認為是改組的 所謂接隔魁這件事情 可能要延到十二月 那因為我們長期在這件事情上 聽到的時間點 就是兩個時間點 一個是九月 一個是十二月 那九月因為有總預算 所以後來再加上府跟院都曾經 包括那個府跟院是指蔡英文總統 跟林全自己都講 九月不會有那個改組 所以我一般 我們都認為是到農曆年前 明年的農曆年 就十二月這個會期結束 那這次這是有一些因素 我們沒辦法完全確定 就是說為什麼是禮拜天晚上 那可是這個這個時間 可能意義已經不大了 因為因為你如果就整個事情來看的話 從六月下旬開始 林全是直接跟賴清德有接觸的 也就是說在林全的請辭 隔魁的記者會裡面 他講到他跟最適當人選有夠接觸 那這個是最適當人選 雖然林全並沒有講出賴清德這三個字 那我相信明天早上總統開記者會之後 大家都會知道就是賴清德 那這中間還有一個幾個小的徵兆 你可以去觀察一個 第一個徵兆是在六月的時候 行政院把那個行政院院長關底 進華路關底 那本來作為清創辦公室 那個基地就把那些那些清創業者 青年創業的這些業者搬家換個地方 那環繞空總旁邊的那個辦公室去 那然後第二個是賴清德去了美國 賴清德在美國的時候 大家可能只記得他在臺喬社團裡面 講到的那個親中愛臺 可是大家可能忘記了他的PowerPoint 他PowerPoint的內容是在講什麼 是在講一例一休 是在講年金 是在講轉型正義 他講其他東西 那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蔡英文的政績 是 你怎麼去想像 因為所有時間 都從六月開始 六月官邸要請出來 六月賴清德出國 幫小英渲染政績 六月也是林全確定口頭請辭 等於說他的請辭 口頭請辭是六月 然後到了九月四號的時候 被同意了 那六月到九月之間 林全也跟賴清德碰面 也談過這些事情 所以很多事情 我們現在因為時間有限 為什麼是九月三號 九月四號 可能這個還需要一些時間才可以清楚 可是大體上主軸並沒有改變 從六月到九月就是賴清德 那這中間包括也有人希望賴清德去選新北市市長 所以衍生出七八月的時候 衍生出一波所謂的卡賴的風波 大概我們可以回顧一下 大概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脈絡 不過這件事情當然很多人在從什麼派系之間 或者是要不要卡住賴 或是賴要不要再上一層樓等等的 這個可能我們公共電視比較不那麼關心 我們可能要比較關心的是在於說 林全的問題賴清德能不能解決 林全的優勢賴清德能不能延續零下賴上之後 整個政務推動會更順利嗎 竟然 我先回應一下剛剛那個 陳同好講 我的觀察也是六月 我曾經問過 因為前瞻預算在行政院啟動以後 這個蔡英文直接領銜下去走行程 第一個行程就是到六月九號 就是到臺南 那我自己的直覺 我跑新聞的直覺 我也跟相關人問說 他如果下去一天 應該會接觸 但是我沒有看到相關新聞 就有記者說 他們有接觸 那我想也應該是要秘密接觸 那所以我認為在這個行程以後 我也認為說兩方本來是說賴清德跟蔡英文 其實是有漢閣有芥帝 因為賴清德過去是挺蘇貞昌的 那一直在說賴菜不合 可是某種程度上的政治現實使得很多事情必須要合作 那這個部分你剛剛在問說賴清德上來是不是能夠改變 或是大家看到了現在看起來民黨的施政 還有整個滿意度是低的 那有沒有辦法去突破林權 現在看起來低迷不振的行政院 還有總統的這個 這個我們看到的民調 我覺得我覺得頗難 原因是我其實也跟賴清德旁邊的人講 我七月中大概就知道 他說要北上工作這件事情 還跟家裡人談過 我大概也秀出那個氣氛 只是不曉得為什麼要弄到八月三十一要去否認 然後今天九月四號 因為你中間那個預算書送回來又要送回去 這個對於你的政治能量是耗損的 沒有人這樣操作 但這中間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一方不同意 在中間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 才會弄得這麼難看 我基本上認為很難看 這樣的唐突 那其實會讓大家覺得這個政府更失信於民 特別是包括賴清德 包括府院上次八月三十四 沒有這個事 沒有要改組 沒有沒有沒有 你講了千百遍 那以後你的沒有就是有 就變成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處理上面 確實耗損了很多的政治能量 那你要問我 我覺得是駛是馬 拉出來溜溜就知道 我這樣講是對賴清德 因為臺灣現在的問題非常複雜 那你剛剛講的那個政績 那我必須講 我打臉一下 林全是我看過 有史以來行政院長坐上去 位置坐的最不穩 我看到臉書的名嘴 第一時間就說 五月二十號剛上任 下來下來下來 一直喊下來道歉 不是只有綠的 藍的也是這樣喊 原因是什麼 你要不要回去想想看 從端午節晚上要不要 要開放收費這件事情 一路上來 然後就桃園機場大淹水 然後就是熊山飛的 所有你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都在他任內 我不能說他八字重不重 這這樣的事情 可是臺灣前所未見的所有的失控的狀況 在他的任內 到今天他說要下來 這個任內 你沒有辦法想像 包括那個臺電 什麼誤觸所有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然後停電 大停電這件事情 所有所有這些事情 你告訴我說 他要做這些改革 然後好像推動了都上路 那中間又有一大堆 或者我只問 這個命跟運 臺灣的這個命跟運 這一年多來有好嗎 沒有 臺灣需要鼓舞 可是臺灣沒有被鼓舞 那我問你 剛問我的 我回過來問 請問賴清德 可以鼓舞這個臺灣 現在的這個現狀嗎 那個失控狀況 很多時候民黨會說 那是結構性的 長期以來怎麼樣 那你已經執政一年多 你有扭轉嗎 我直接的講 臺電在去年就跟林全做了相關的報告 他就說不缺電 可是以前民進黨是說缺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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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到一種缺電 不缺電 不缺電 可是林全上來 他聽了臺電 你看不出他有任何那個扭轉 或是結構性的處理都沒有 他完全是站在臺電的一方 說是放到今天 你就看見事情發生在現在 所以你說他做了很多事情 我想大多數的民眾感覺不做 但是感覺到他很辛苦 很辛苦 因為他的閣員都站不出來 為政策辯護 我想主持人在這 我們也在這 沒有閣員能夠上電視 或上出來幫他辯護 都看到林全一個人站在第一線 就很誠懇地講一些事實 他又很誠懇地告訴你 當所有人在問 能不能幫我加薪 我做不到 有政治人物這樣講的嗎 我做不到 是 那個可能是個事實 可是作為政治人物 你需不需要給大家一點期待 跟一種鼓舞 就是說我會努力 在這個狀況下 我會能夠怎麼樣 怎麼樣處理 但他就沒有這樣的一個政治性格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一些 雖然現在大家可能相見 不如懷念 整個的過程 大概在這裡 但是你回頭去想 這一年三個月 臺灣也處於一個 其實非常非常詭異的一個狀況 這個詭異的狀況 大家會覺得說林全 做到老人 讓人騎到老人 可是真正你放在政機上面 或檯面上來看的這些事情 他會讓大家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我會歡迎第四位特別來賓 是民進黨的副秘書長 許家清 家清姐 不過我順著剛剛驚然的話 我不曉得說大家對於林全的質疑 或是不滿 或者是疑慮是在哪裡 或許之前談了很多很多 叫做老 藍 男 那某種程度 就是說這一群 不是民進黨的政務官 所以他沒有像剛剛竟然說著 在關鍵的時候 出來站在第一線 為政策辯護 也沒有像是那種 非常積極認識的 在重要關鍵時刻 做出積極的判斷跟政治決策 換一個方式就叫優柔寡斷 然後形勢緩慢 那我想問的是說 林全的問題是什麼 什麼叫做階段性的任務完成 那下一個階段 賴清德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嗎 臺灣這起年來 當然我們第一個 面對很多國際大環境的改變 也有很多我們自己國內的重大 政策長期一直累積 不去處理改革是沒有辦法 再脫胎換骨了 那包括說我們在處理 年金的這個案子上 那這一年多 這個是有一個階段性的任務完成 沒有錯 那包括說這個黨產會 他在這個推動轉型 任意的時候 這也是從陳水扁 前一任的總統 到馬英九總統 到這一任 拖了都十幾年了 那所以林全的任內 他所完成的某些重要政策的方向 你不能說是沒有的 某種程度來說 他其實是都開了那個頭 但是現在要推動很多東西 時代畢竟有很大的不一樣 不一樣的點在哪裡 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民主社會裡面 臺灣已經雖然民主化二十幾年 可是跟這個民主化的溝通的迫切需求性 顯然是越來越高 也許以前的政務官 他不需要那麼快速 那麼長的 不斷要面對各種各樣媒體 跟人民的這種質疑 或者是詢問 但以現今的這個狀態來說 顯然你一個政策 如果沒有辦法充分的去說服 不同的陣營 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地域的人民的時候 那你在推動上會 當然遇到非常多的主力 我們臺灣還是一個代議政治 所以基本上是由這個立法院來代行 但是你第一個 如果社會的溝通 足夠那個base的時候 事實上立法院一般來說 也是會很順利的就去推動了 所以以今天的狀況來說 林權推動某些東西 我相信以林權的個性 他是重專業 高於重政治 這是一個事實 但是現今的這個所謂民主政治當中 不可能只有專業而沒有政治 這是一個現實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政治的概念是說 你必須要成為一種平臺 那去做不管是民代跟政府之間的 這個溝通的角色 人民之間的溝通的角色也好 如果你沒有辦法扮演這樣的一個狀態 你通其量就只是一個政策的規劃 所以有一句廣告詞說我很難說話 但是我做人真實在 這個或許是要林權 但是這個時候呢 你做人實不實在這真難說 但是你一定要很難說話 不然你之後你做的很多事情 社會大眾不知道 譬如說前瞻計畫 大家罵到臭頭的時候 你看不到說那個國發會 或者是說經建那個經建部門出來 站在第一線 反而是林權要接受我們的專訪 對 但我想問的是說 那賴清德就是一個做人很實在 又很會說話 所以他未來的這個所謂的內閣 就是一個溝通內閣 就是一個政治性格 我說政治其實是中性 沒有負面的意思 政治性格會非常強烈的一個內閣嗎 我們來看看賴清德 如果真的正式接任行政院長之後 臺灣的政治會有改變嗎 還是困境還是一樣 林權請辭的消息傳出之後 面對記者提問 是否會接行政院長 賴清德不說就是不說 只說謝謝 因為大家一直很期待 謝謝 小心小心 謝謝你 雖然賴清德不願回應 是否接任行政院長 不過早在本屆總統民進黨初選時 就傳出賴清德有意參選 但由於後來初選時程 提早而作罷的傳聞 蔡英文上任總統後 一度傳出兩任任滿的 臺南市長賴清德 有意轉戰下屆新北市長 但後來高雄市長陳曲也曾在受訪時談到 賴清德是蔡英文總統府秘書長的人選之一 之後還傳出 賴清德有可能到國安會歷練的消息 甚至不少綠營人士建議 賴清德2020年挑戰蔡英文連任 有熟悉民進黨生態的學者分析 如果這次確定賴清德接任隔魁 這代表各有盤算的陰系和新潮流系 透過這項人士案各取所需 許久認為如果賴清德組閣 那新的陰德政府運作模式 將和現在的陰權政府有所不同 是否真的由賴清德接任行政院長 要等總統蔡英文五號記者會後才能確認 如果沒有引用那個佳清姐的說法是錯誤的話 很可能很多人認為說 林權內閣在所謂的政治性格上 不夠那麼強 都是一群那個民視 就是很會讀書 但是不太容易跟外界第一時間溝通的那種人 但是賴清德恐怕是另外一個極端 大家對他印象就是他很強勢 強勢不見得是壞事 但是他很強勢 強勢的意思就是說 在溝通上可能不見得會那麼順暢 第二個 遇強則強 所以人家在打林權的時候呢 力道不會那麼大 可是在打賴的時候 恐怕力道會更大 我們來看看賴清德的形式風格 大家對他印象就是說 對於颱風架這件事會非常非常嚴苛 不過颱風架這個真的是很難講 所以我們就不談颱風架 我們來看看兩千一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主張要刪除明代工程配合管 這個是對 可是呢 他跟議員呢 有非常嚴重的衝突 然後議會整個陷入僵局 馬前總統那時候是支持他的 我們再來看看二零一二年的時候呢 下車搬車救人 然後呢颱風架這些事情 這個其實就是比較小的事情 但是大家會傳送很久 一三年的時候也是賴神 這個醫師的角色又出來了 一五年這個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抗議議長李全叫匯選 兩百三十二天不進入議會 那時候有兩個完全極端的看法 反對他的人就是說 你藐視践踏民主制度 民主就是職責的人要被議員監督 然後行政的部分你要好好做 但是你要接受民意的監督跟指責 可是他去不能說毀壞了 但是他去蔑視了這個制度 另外一個支持他的人說問題是 這個制度已經毀壞 議長是用買票的形式產生 當屋頂整個都塌的時候 你還要進這個房子嗎 可是這件事情也引起非常多的一些紛爭 再來藍鐵恐怕這個是會如影隨形 當來決定之後呢 這件事情會一直跟到行政院 之前臺南市政府的說法說 這不是這交通部那個鐵改局決定的案子 這交通部合可的 行政院合可的 可是當他變成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就沒有退路了 自己要怎麼樣去審自己的案子 這個情形 然後呢之後就是所謂的他的政治屬性的問題 之前呢他在臺灣優先 甚至臺灣獨立這個英尼局是搶的 可是在後來呢他講出來所謂的親中愛臺 不過呢這個時候人家有說 他是被扭曲的然後去脈絡化等等 我想問的是說政治性格這麼強 對未來的施政是好嗎 要好有壞 那麼講 我們先從其實颱風架那些 因為他有一次放很準被叫賴神 放了不準以後就開始被大家酸 颱風架因為是縣市政府的 縣市首長的職權 所以未來跟他不會有直接關係了 是 那比較 我相信國民黨立法委員一定會問他 有關李全教議長的件事情 因為這是一個民主政治的制度 行政對立法負責 行政首長對議會負責 那你可以這樣 哪怕你明知道他是買票的 這個時候你到底要不要進議會 我相信在立法院開以後 這一題一定重新被拿出來問 好 那制度上來講 這是確實不疑的 因為你可以不尊敬李全教這個人 你必須要尊重這個制度 可是就政治人物的聲望上來講 這件事情因為他是李全教買票 我覺得可能多數的人 反而可能會支持賴神德 因為我們會因為人 因為李全教這個事情 你會有一些態度上有所不同 可是同樣的個性 如果未來賴神德 擔任行政院長之後 他這樣的個性 其實在野黨很容易 可以利用他的個性 去挑起他的脾氣 他很容易被挑動 那這個時候對他來講 是一大考驗 那事實上對賴神德的考驗 不只是如此 緊接著就要看到南鐵 南鐵案子 其實從上任的市長 就已經留下來的案子 是 那我今天好像是陳大教授 陳志曉他們在反對這個案子 那這裡面的是恩恩院院 是是非非先不論 可是就一個行政院長來講 這時候南鐵的事情 是嚴重考驗到賴清德的執行力 因為我們的體制上來講 行政院長勢必是扮演一個總統的執行長 是他是政策的幕僚長 也是政策的執行長 那像南鐵這個事情 事實上在臺南並沒有解決完畢 那隨著賴清德北上 南鐵東移這個事情 勢必會跟著他上來 跟著他上來的 不是只有南鐵東移 所以未來前任計畫裡面會有非常多 涉及到土地取得的 你如果是公有地的部分還好 如果牽扯到民間用地的時候 怎麼辦 因為這個是考驗會非常嚴格 當然實際實際層面上 比如說如果是輕軌的話 還涉及到交通部跟縣市首長 可是一樣這個東西會糾纏的賴清德 這個對他來講 絕對是個考驗 那對賴清德最大的考驗 其實是這些事情的總和 一個是政治性格 這裡面有政治上的潔癖 政治上的認知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在臺灣經過這幾次的政黨輪替之後 普遍民眾有一個情緒 他希望有一個有能力的政府 就是說你在連結清廉 這件事情上很重要 可是有一個段落會需要 需要的是有能力的 希望把臺灣的社會發展 或經濟發展帶離困境 就跟臺北市一樣 你柯P再怎麼愛亂講話都沒關係 事大於你辦成後面就好了 後來你會不在乎那個亂講話 或者他今天講脆話 後面用另外一句話去做修正 或者用另外一個議題去移轉 可是這不是賴清德 賴清德不是柯P 所以對賴清德來講 那麼講他現階段是有聲望 民進黨內有聲望的政治領袖 那這些政治聲望能不能讓他消耗 這一年多的時間 他能不能在行政院長 這些事情上面 重新開創一個自己新的格局 過去臺南市的一切 會跟著他進到立法院 一定一定一開議 那個行政院長 市任總質詢之後的質詢 就會開始問這些問題 那可是更嚴苛的是什麼 是他的政治性格 跟執行能力 能不能創造出政績 那這個說實在的 現階段也很難去論斷 因為我們知道 內閣裡面的部會首長 不會是他一個行政院長去任命的 一定是總統跟行政院長 雙方談出來的結果 所以從臺灣從修憲以後 你注意看行政院長為什麼都不好當 能夠少數脫穎而出的 其實就吳敦英一個 其他人大部分 可能做得久 可是都很難再上一層樓 不過那盡然結果就要問你了 對賴清德來講 今天接下行政院長到底叫做是福是貨 他一定很清楚 中華民國沒有一個行政院長 幹完之後可以去選 而且選上總統的 現場挺有啦 但是沒選上 那我想問的是說 賴清德自己在怎麼想 接這個位置之後 對他最大的風險會是什麼 最大的風險其實就是需要國泰民安 我剛剛講了這一年多 零泉任內不能講天災人禍 可是狗屁刀招的事情太多了 而且是一件 借一件讓大家覺得說 不可思議的事情一直在發生 沒有斷過 那還有說中油沒按什麼看 就全台大停電 熊山也是 熊山按了一個鈕 就射成人家宇船 火燒車人家陸客已經要到 跑員機場門口 竟然火燒車燒成這個樣子 就我認為當個行政院長 剛剛那個陳同行在這邊講 因為他的期望被期望很高 我必須這樣講 包括林卓水 包括許信良 都用雛君 雛君的意思是 就是民黨接蔡英文的下一任 甚至顧寬敏說 蔡英文只要幹一任 二零二零給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的賴清德 你知道他被放在一個非常 期望極高的這個位置上 那在這個位置上 他要在這一年多 特別是二零一八 他跟蔡英文綁在一起 因為二零一八選得好不好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那今天林全也留了一個尾巴 你不要再怪我了 我所有都要讓你佈局 位立人事佈局 那你選得好 我跟選得不好 通通跟我沒關 我已經做到這裡 那跟誰有關 跟接任的賴清德有關 那就是蔡賴兩個人綁在一起 要為明年的二零一八的 縣市長選舉 跟縣市議員選舉 自己要去打拚 那剛剛大家也講了 兩個人都是強勢性格 今天媒體也講 包括蘇漢志也講 包括周錦雯也講 叫強強配 請問強強能配嗎 是聽你的還是聽我 我講一個狀況給你聽 林全在服務院黨的政治平臺上 十幾個人 包括邱毅人 他都已經是一個民間人士 他都坐在那裡 他是十幾分之一 那個叫林全 所以他的權力被稀釋到一種狀況 那請問我們看到賴清德可能這樣嗎 當然不可能 我們看到他在台南 在執政的過程當中 應該是某種程度上他說了算 他旁邊的幕僚 各種都是以他為最大意志 那今天回來在這個政治體系下 我們看到林全是可以配合蔡英文 那未來蔡英文跟這個賴清德如何配合 就大家看到強強配 但是有一個他們被綁在一起的命運共同體 才會今天大家看到的蔡賴必須合作 在明年的二零一八的這個選舉當中 沒有辦法也不能失敗 那這件事情才能創造出賴清德可能的下一步 那這個部分他自己很清楚 有沒有風險 有極大的風險 我剛剛講了不能有天災人禍 再來這樣的狗屁刀罩的天災人禍 我想你也沒有辦法讓你自己強健的體魄 一天到晚的拉肚子拉成這個樣子 所以除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整個大環境 現在看起來的是不是到了底部 比如說蔡英文跟林全的那個民調 是不是到了底部 還有沒有可能繼續探敵的這個狀況下 他要給大家看到他要有個起來 那這個起來大家我剛剛講了 那個預期是除君是未來要接班的人 在這種框架上你的治理能力 國家政治的政策的治理能力 他只是學部喔 他只有縣市首長 他現在是學部 他如果不接這個 他其實是沒有任何能力 他為什麼要去接 想要去接國安會秘書長 因為兩岸外交國防國政 他是另外一個層次 大家認為你在小學中學的程度 看起來還可以 可是你要進大學 要進研究所 你就要修 那他必須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他的風險很大 那當然這裡面 他必須修正 我們剛剛看到的性格 因為有些時候外援內方 他某種程度上 我看到了其實比市議會 或是大家講的潔癖 那個狀況下 他在這裡在立法院 我想很多人其實是磨刀霍霍 不過我們剛剛講強強配 那是指性格而已 但是在政治結構上 就沒有什麼強強配 當然是聽總統 總統是人民選的 行政院長 就是幕僚長 執行長 就這個角色而已 所以當性格遇到政治結構 恐怕就會有一些衝突 但是我要請教施老師 這個比喻不見得那麼恰當 或是不見得那麼禮貌 剛剛談到說 有些政治人物說賴是雛君 可是可能很多人認為說賴會是祭品 哪一個才是比較精準 我們回頭看一下阿扁的時候 幾乎每年都換了一個行政院長 那當然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讓你們都有要選總統的入場線 但是呢 其實李總統的講過句話 阿扁很會勇人 很會勇人 勇人這句就很重重的意思 就是說很重重的 其實甚至謝長廷當時會覺得說 我才協志開上手而已 你幹嘛去叫我下臺呢 阿扁還要放聲說 你比什麼人做得更久一樣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說 某種程度 你也可以講說 其實是杯酒士兵權 你就是就是說 你們要交出高雄臺南出來嘛 那我讓你玩看看嘛 你玩得漂亮的時候 也許還有機會跟我效忠 再不然的話就是就立看管 如果真的是選得很不好的時候 你的政治生命就沒有了 那更合理講說雛軍 那雛軍就是劍拔嘛 朱立倫就是一個雛軍 那現在就死守在臺北市 人家也忘掉他了 所以我想說 其實賴清德真的是 如果相較起來的話 其實那個應該是不是 最好的選擇 是最好的選擇 應該選臺北市長嘛 但是小英就是不讓他選 不過我們再換個角度 就是說剛剛我們談的都是說政治上 的一些算計或計算 看你怎麼說 但是就施政來講 會不會也是大家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民意壓力 二零一八年地方首長選得好不好 二零二零年政權保衛戰 所以這些人所有皮都要崩到最緊 發條都要崩到最緊 因此在接下來政務 會不會反而比林權這種民視風格的這種要順暢很多 先這樣講好就是說 因為他現在你即使選得好 政務也不一定做得好啊 所以這樣回頭講 是因為林權民視的風格的關係呢 還是政策的問題呢 還是真正的癥結是在小英呢 如果小英他基本上 16年17年的政務上的這些不順遂 恐怕問題不在林權 對我認為林權是來擋子彈的啊 很多東西在打東阿就是煞車的應該是小英 因為小英是維持現狀嘛 他基本上就做一點 他要求各個部會做點就是有一點業績 失點小費 只是他基本上不會有大的結構性的變動啊 那如果說到時候要是我們說 這個我們的賴市長 他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的時候呢 那怎麼辦 他可能需要說我想做一個大的變革的時候 那小英可能是不允許的啊 我們舉幾個例子啦 一個才剛過預算的前瞻計畫 前瞻計畫當然也包括南鐵東移 要不要移 真地的這些問題 前瞻還有其他也有真地的問題 再來一個賴清德之前 也對一利一修也發表不少的意見 一利一修在賴清德接隔魁之後 要不要勞動部趕快去推修法 修法之後那那些勞動權益 又會不會被再度的践踏 再來呢是包括同婚 同志婚姻呢 儘管大法官過了 我那時候問說 是不是立法也過了 沒有 民法修正案完全卡死 因為行政院說他想要推專法 但是專法條文出不來 那如果說賴清德推了一個專法 那這些挺同志平權的人 他們能接受嗎 如果說呢 你修了一個直接修民法 那那些反同婚的人又能接受嗎 這些地雷恐怕賴清德會踩得比林權 更大力 爆炸之後 殺傷力恐怕也更嚴重 我們來看看林權在下來之後 賴清德未來他的挑戰是什麼 行政院長林權請辭獲准 外傳臺南市長賴清德 將北上接棒阻隔 林權走後 其實還留下不少棘手的問題 像是前瞻計畫 儘管上週第一期預算案 民進黨團在人數優勢下強行三讀通過 但是在此之前朝野立委為了前瞻爭議 多次炒成一團 之一聲浪不斷 未來第一期前瞻計畫 能否順利執行 恐怕也備受挑戰 另外還有上路後飽受批評的一例一休 民進黨立委為此紛紛提出修法版本 像是何欣淳主張將休息日 原本坐一休四 坐四休八 改成核實計算 但也遭到勞團強烈反彈 去年勞動部推動一例一休修法 拉高勞資對立衝突 今年如果再度修法 難保不會遇到同樣的難題 此外還有八一五 全臺大停電 也讓外界質疑臺灣供電的穩定性 前瞻計畫 勞基法 還有電力政策等燙手山芋 都有待辛格魁一一解決 不過家清姐我要請教您 光南鐵這件事情就有不少的社運團體 對賴清德有極度的不滿 再來是剛剛我們談到說賴清德聚進議會 儘管比較大的民意是支持賴 但是也有一些在意民主制度的人 對賴清德這個動作是極為不滿 再來是剛剛我們看到所謂的前瞻 還會有很大的爭議 再來呢又是所謂的一例一休 你如果真的說產業界反彈那麼大 所以我要把這個濫法惡法修掉 恐怕你會遇到所謂的勞工權益 再次嚴重倒退的這個問題 然後呢你又開所謂的人權的倒車 那辛德挑戰不會比較少 不管林權剛剛才請辭嘛 也批准了嘛 那接下來是不是賴神就是賴清德來接 當然明天總統才會開記者會正式來宣布 那如果真的是賴清德承接 那賴清德在承接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不管是怎麼樣 大家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說這就是臺灣現在的局勢就這樣子 那你不為這個大局努力 只在那邊每天計算自己的小利益 或者自己的未來 我覺得臺灣人民不會放過民進黨 所以以現在民進黨的狀態來說 民進黨只能勇往之前往下走 要給還沒有做好的這些部分 趕快加快腳步把它完成 不管他叫做什麼樣的改革 那剛剛講的話創新產業的部分 林權已經奠定了一個基礎 那可是後面其實有很多的工作 要去推動 那所以後面的行動內閣 那是非常重要 抑或是說好 我長照裁員已經給你了 可是長照的真正挑戰 是在那個執行面的部分 那如果說這個不能真的 在明年的這個大選之前 做到一定的成績出來 那個反彈的力道 絕對是民進黨自己要去承擔 所以換一個隔回之後 整個內閣樣貌要全換 很可能這個改革的幅度 就會相對很大 那所以以這樣子的一個結構來說 這個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民進黨的總統蔡英文 他當選以後 第一個階段的思考 是希望能夠在這個 所謂政黨輪替的過程當中 大家有一個比較好的交接過程 他之前在競選過程都不斷地說 他不會滾滾 他是希望文官系統可以維持一定的穩定度 然後把某些制度開始慢慢上路 某些改革開始推動 包括說我們電業法的修法 也已經通過了 但接下來時間 我們在跟他賽跑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執行力 跟所有的這個成果 如果不能在一定時間內到位的話 那民進黨必須要自己承擔所有的結果 這也是政黨政治的基本的ABC 我們也不會閃躲 我們也不會因此推卸責任 那所以以這樣的一個邏輯來說 蔡英文總統是非常理解 賴清德如果真的接了這個位置 他也非常理解 理解他自己所承擔的 那個後面可能的結果是什麼 那可是他如果知道說 這單子就是這麼重 那這麼重你只准做好 不准做不好 做不好 你就是把自己後面的路給斷掉 那以這樣子的一個邏輯來說 那每一個人去承接這個位置 我老實說 現在的民主政治 你包括今年以來 不管川普上來 或者Mark Hong上來 或者這個英國重新大選 這一路走到今天 大家都知道說民主政治 大家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 在一定時間內具體完成 人民攜帶的那個樣貌 那你政黨政治也會得到 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很多人會棄原來的政黨 我不要講國民黨或民進黨 之間的這個鬥爭而已 大家就是覺得說 傳統的政治 政黨政治 我不管了 我要一個怎麼樣的強人 所以美國是在這樣的狀態下 產生了川普 Mark Hong也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異軍突起 所以我們現在叫什麼 造神容易 毀神更容易 真的很快 很快 都是一夕之間嘛 那一夕之間都好 那看起來 除菌跟所謂的祭平中間 好像是比較偏向後者 棒打出頭鳥 你想想看 賴清德先擔任行政院長 那麼講 如果是正向發展 賴清德這一年 未來的一年三個月裡面 做的有政績 然後民進黨在二零一八 地方大選選得也不錯 那你就可以預期 二零二零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應賴配了 應賴配 應賴配 因為那個做了那麼多 還是應賴配 當然是應賴配 因為賴清德很清楚的講過 一而再再而再的講 他絕對不選二零二零 那個已經講到 我都倒背如流 臺南市長也說會做到滿 做到快滿了嘛 那那你再看說 但是如果如果這一年三個月裡面 他的政績做不起來的話 做不起來了 乃至於說選得不好 那他就是一個消耗品 這一點 你只能在過程中去看 可是過程裡面這麼講說 你說林全跟蔡英文沒有做準備 沒有做努力嗎 我舉一個最簡單 那個那時候大田店的事情 去年五二零就職之後 他就找臺電來 就要商量電力的問題 因為很清楚知道說 合一合二 就是有兩步 兩步到三步基礎 就不發不準備再運轉 當時很清楚 就是不准臺電運轉 因為臺電一直希望 把合一合二再運轉起來 那你你既然不運轉 那你缺了 你你原來的那些 那些電力 原來那些核電 那些電力要誰來補充 所以從去年五二零開始 從六月開始 臺電做了一些緊急發包 也就是這次要 這次出事的那個大潭電廠 那兩兩步是小的基組 並不是大潭電廠 真正的大基組 大潭電廠 本來有四步三百萬千百萬大基組 可是那個最快要全部做好 到二零二四年去了 好 你都已經預估到那個狀況 你也發包了 可是他就是沒辦法 在七月的時候 是完工 裝好試營運 不僅沒有延到八月 八月還沒有 在運轉的時候 還會被中油按錯電腦 按錯一個案件 不是只有大潭 他通宵還有一個新機組 大齡 高雄的大齡 還有一個新的火力發電機組 就是說蔡英文跟林全 有沒有看到 今年夏天有限電危機 他看到了 他有沒有做努力 有 可是你就是跳電了 你就是限電了 你努力了又怎麼樣 你就是那個成績單 就是沒有做到 那董好兄我請教你 所以賴清德上來之後 他一定在他任內 這件事情 他一定會去做政機 第一個 南鐵現在開始在徵收的過程 是 這一定要算在他的任上 第二個 現在缺電 明年絕對不能再一次缺電 所以賴清德要決定 是否要重啟核二的核電廠 我覺得這個他比較容易過關 也就是說 你今年四個西組 四部基組沒有 沒有在七月運轉的 他在未來這段時間 都會運轉起來 都要重啟 不是 就是新裝的 我不是講核電 不是講核一核二 OK 好 那又牽涉到剛剛您談到 所以他電的這個事情 所以明年大概有機會過關 大盤電廠還遇到 我們之前也談到 藻礁的這個問題 是 再來又遇到 一利一休 你要不要順著產業界 還是你要讓更保護 勞工權益的問題 我們也談到同婚 你是要直接修民法 還是立專法的問題 如果他這些事都幹的話 他就等於跟全台灣 所有的社運進步力量 可以徹底翻臉 會 那但是這個部分 同婚的部分 還要看他 因為他還有時間 因為同婚四縣 裡面是兩年 所以他最可能動手 碰要面對這個問題的時間 會落在二零一八年的年底 到二零一九年的上半年 過了就會進入到二零二零的備戰期 但他不會急著說在二零一八 馬上處理 他還算有時間 佳清姐 我剛剛這樣問就是說 當院長跟要選總統 因為看起來 應該是更高的一個志向 當院長他要處理 及時的問題 煤電的問題 中油接收站 蓋不起來的這些問題 或者是產業界的需求的這些問題 或者是說民眾反彈 或者是所謂的兩邊意見 不同的一些問題 但是你要當總統 你要有更高的高位 環境跟能源衝突的時候 在環境上你要多思考一點 所謂的民意跟進步價值衝突的時候 你在進步價值下 多思考一點 產業的一些發展的困境 跟勞工權益 所謂的一個進步的價值的時候 你要不同價值 可是剛剛我們談到 行政院長的挑戰 恐怕都跟總統的高度 完全背道而止 行政院長 為之所以叫行政院長 就是他就要處理這些政策行政的問題 那總統是在大方針上面 給予他一個這個領導人民的這個方向 所以價值面的部分 那是這個所謂總統的高度 那執行面跟政策的這個擬定 這個是行政院的角色 行政院長的角色 所以以現在的狀況來看 其實民進黨是盡可能的把我們的價值 跟我們的行政的政策 可以把它吻合 就像我們之前說 二三十年前 我們就在喊非核家園 但是我們講非核家園 不能只是口說無憑 我們所有的電廠都到自然的 這個所謂廚藝的時間 然後呢 所以一定要有能源轉型的過程 但是你能想像賴清德一上來之後 就宣布核一核二現在停機的 那個機組全部起用嗎 不需要 不會 不需要也不會 就是說今年在 在思考這些狀況的時候 其實去年如同剛剛這個東豪所說的 都有請專家去算過了 那當然有些意外 當然是真的沒有算到 但是大的方向該準備的 事實上是有所準備 那能源轉型是一個概念 是希望能夠結合 既是照顧環保的進步價值 又能夠使得我們在產業 在我們的這個經濟發展上的需求 生活品質達到一個雙方面 可以逐漸平衡的一個狀態 這難度很高 我也認為是非常高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失敗了民進黨就只好下台一鞠躬 這個概念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以賴清德來說 他現在是要為 不是為他自己 而是要為民進黨跟蔡英文共同來承擔 說台灣的這個民主 不只是民主的改革 民主改革已經到一個相當成熟的階段了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社會民主的改革 這個社會民主的改革 包括經濟上的 包括能源上的 包括很多的社會 包括我們講說我們做社會住宅 對不對 我們做長照政策 我們做稅改等等相關的方向 都是在這個照顧進步價值的立場上面 去發展這些政策的 博士老師 我要請教你 其實從這一年多來 我們這節目也談了很多 我必須還是在肯定的是說林權內閣 其實有幾件事情做出成績 包括說年改的部分 那當然那個國家體育法 也正式三讀通過了 然後還有像是那個整個我們在科學上的一些發展 其實都是林權 其實還是有做一些事情 可是他也遇到很多很多的困境 但我想問的是林權之後 在這也許到二零二零年 臺灣是需要什麼樣的一個行政團隊 我們來看看林權自己認為他的成績單 那當然有很多 其實大家不認同 或是大家覺得說也還蠻重要 但是他沒寫的 今天他的辭城裡面有談到幾個 或是今天在記者會的時候 他談到說他做了五加二的產業創新 他做了長照的財源 包括一陣稅增加十趴 然後還有菸捐的這部分 包括他去推動社會住宅 包括電業法修法 不過電業法修法 是有很多不同的評價 稅改方案 那這個稅改方案在林權辭職前突然丟出來 所以營所稅要增加到二十趴 這很像說人要再見的時候 突然喊出那個和平奮鬥救中國 或是釣魚台是我們的這樣子 那這個賴清德要不要接 這又是一個問題 還有前瞻基礎建設 我想問的是說 那接下來臺灣我們正在臺灣主體 我們主要什麼的行政團 我們一般在講說老男男就是他的執行力的問題 也就是說他對於官僚體系的 包括臺電中油 老男男有另外一個意思 是說出一支水 我意思說中油也好 臺電也好 就是一個監督的這個問題 那我會覺得說即使這些 其實如果比到他的強項 應該還是這個財稅的這個部分 是 就是財源的部分 那真正的那個背後的五加二等等 那些東西到底能不能推得動 那個背後其實是主導的是總統 所以我回頭講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一些這些東西 我們看到賴清德他想要做的 然後他只是執行啊 但是他如果覺得說這個是他本身 跟他的理念不一樣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做呢 這時候可能有這個價值觀的衝突的時候 他要怎麼辦呢 我覺得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也就是說你當縣市首長 基本上就是柴米而言十一住行嘛 那行政院長基本上還是內政 也就是這些東西而已啊 那你如果真的有想要自己想法的時候 跟小英的他要一直要踩煞車的這個時候 怎麼辦呢 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說 可能他真正的一個賴清德 他到底是什麼 我們就看得到了 他是一個有理想 但是又想要會把他去推動的 那這個可能是另外一種 但是還是他只是就是說 他還是會任命 那因為權力是來自於總統 那就是這樣唯唯諾諾 就是這樣 那就是另外一個林權 我覺得賴清德 他會用生命來做這件事情 原因是我認為他的權力欲望 應該是比林權高很多的 因為林權是被半推半揪 而且是要退休的狀態下 那可是賴清德 他是有政治生命的 不要忘記他後來還跑去哈佛 修了一個相關的這個學位 那為什麼要特地在立法委員的這個時間裡面 他還要去修 我認為他有他這個一個理想 或一個位置 那個政治的位置在目標在追求 那所以這個位置給他 他的行動管理 絕對會比林權還要強 我的意思說 他的螺絲會摔得更緊 我想他也非常嚴厲 那也就是說 嚴考或相關的部會 或是相關的處理方式 還有他自己的政治性格 跟政治權力欲望 那在這裡面 他一定會做得更為積極 那本來佳清也講 二零一八他絕對會變成 轉化為一個戰鬥內閣 這個戰鬥內閣 就是以二零一八 現在看起來這一年多 如何先讓大家感受成績 那那個感受就是民眾要先有感受 那在民眾先有感受的這個塊 要下去做什麼東西 他必須要在這裡面 有一個優先順序 這也不是蔡英文說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他已經綁在一起 那蔡英文跟林權 就讓人民無感 或讓人民厭惡嘛 那覺得不好嘛 那你現在換這個賴清德上來 某種程度上 你可能要退讓一點 那那個退讓一點 就是讓賴清德 在某種程度上的主導 或是他在執行力上面 如何去施展這塊恐怕必須要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互相的認知跟妥協 因為重點就是二零一八 如何在二零一八的這個選舉當中 固守至少 因為你前有狼後有虎 你去看實力十五個縣市黨部可以成立 表示他的財力 口袋裡是不是小黨的財力 要成立十五個縣市黨部 那是要相關的後面的資源下去 那你再去看這個柯文哲跟宋楚瑜說 要成立什麼下午茶也好 大聯盟也好 所以他在一個非常挑戰性極高的情況下 如何能夠持穎保態的 讓民黨的這個過半 還有相關現在看起來的政治版圖 不要被縮減 如何讓民眾有感 那能夠把綠營的票給 推出來投下去 我覺得這個東西的務實 這個東西時間上 沒有辦法讓你做任何的去做任何的更改 那那個目標是就很清楚 明年二零一八的票 綠營的票要投得進去 投得下去 那這個部分就必須 因為時間很短 如何在這個時間裡面做出 讓民眾有感的這一塊 至少綠營的票要投得出來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很清楚 賴清德的最大地雷會是什麼 賴清德的最大地雷是他自己的個性 你不用去想個別的事件 你不要在立法院發飆 你不要情緒失控 包括他跟蔡英文總統怎麼相處 因為這兩個人都個性都很強的人 可是這就是機會 他們不能碰到 太太 你還要學喔 我不能放棄 我現在真的想做這事 我要是沒做 往後想起我肯定後悔 現在房子不管賣多少錢 只要有人出價我就賣 我不想尋找 欸! 工廠寶 現在只剩八百萬 什麼意思 你現在不敢回來了 我就跟你斷轉 處理關係 有幾上班一連女生啊 這已經剛夠了 所以你一直知道 易富偷偷跟共產黨在一起嗎 不過這事啊 千萬不能再帶水出去 雲 vara 不會 我告訴你啊 不要亂走啊 這裏很危險